要檢查自己的頸骨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又不是這麼複雜的 如果我們一個人向前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整個頭是正的 它不會咪咪的 然後如果打側看的話 其實頸骨應該有半個彎位的 這個彎位會導致你站起來的時候 你的耳朵和肩膀這個位 其實應該是一條線的 如果你的頭中向前面 代表你的頸骨的彎位就少了 當你有頭暈的形象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去看呢 如果你的頭暈的話 記住 如果你動動你的頸骨的時候 你會暈的話 就代表了你可能是你的耳水不平衡 又或者是你的頸骨坐位導致你的頭暈 但是如果今天我坐在這裡 然後頭是正面向前看 然後身體這樣移動 像我這樣 身體這樣移動 然後身體再移動 再移動到另一邊 你會看到這個動作 其實我的耳朵是沒有移動過的 而頸在這裡移動的 這就代表了 你的耳水不平衡就應該沒有關係了 如果這樣的情形都發生云的話 大部分來說都是頸骨坐位的了 麻煩你就應該要馬上去找個 直骨神經科醫生去檢查